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望向编辑部的尋找BNO组家移民一周年的故事时间》 今节就是由我许晨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 《沙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一年过去 很多的HK家都去到BNO组家 希望可以叫做谣伤一面 有机会尽快成为真BC 当然他们 去了到没来 已经当自己是真BC一样 还在教人 如何去在这一边生活仍然然mäß 很多人 的不同故事 离开了香港的职场之后 去到DNO组家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很多都不能够做回老本行的 而去到来说 他们都可能想想一些叫做围绕 香港人帮香港人 团结 壮大香港人 去到BNO祖家之后的力量 其实说了就这么说 其实大家看到阮民安那件事之后 应该都明白 其实这些全部什么抗争 又说什么民主自由 很多都是一个局 而其中有一宗挺搞笑的 在BNO祖家 这个签证开头没多久 就有些去到做了BNO祖家之后 没多久就搞了一堂东西 叫做星月同行友伴计划 那个友大家不要心邪 是朋友的友 星月有什么意思呢 听名字就好像很优美 很有思义 实际当然要付钱 思义的背后不是抬头望向星星月亮 是免费的 怎么为之星 怎么为之叫月呢 星星的意思就是移居了去英国 少过四个月 或者准备未来四个月之内去BNO祖家的香港人 这一边就叫星星 月亮就是已经移居了去BNO祖家超过四个月 他们需要什么呢 内心有善有帮助同路引号香港人的热成 需要至少是一个现任的月亮推荐 那这些月亮呢 即是帮一下这些刚刚来到的所谓的叫做星星 即是可能你初到季境的 买车又不识 在哪里买 去银行开户口又不识 社区究竟是怎样怎样又不知道 又这样那样 甚至乎租楼的时候 或者申请不同的学校 或者其他东西不识的时候 如果有个当地人的Hong Kong家 问一下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所以说这些叫星月 那你透过这个星月同行的组织呢 那它就可以帮你配对 你是星星的话就帮你配对月亮 那其实呢 当时候都有人问的 哇 什么要钱的 我上网看youtuber这样说 那就可以了 他们有很多资讯 不用问什么 又有TG Group 又有WhatsApp Group 用什么给他们帮忙配对 还要收100磅 不是吧 接着他就说这100磅 其实就是这样的 50磅呢 那要给月亮的嘛 月亮呢 它都有基本的交通费 还有服务你呢 都要给一些津贴的 是不是 没理由免费无常这样做的嘛 那可能他们会说 香港人帮香港人 什么要收钱的吗 有没有搞错啊 那一些人会这样想 那究竟有没有人落个答呢 这个不得而知 那即使的意思是 你基本上要给50磅 月亮才行的 起码能够保证到计划的质素 即是如果人家 无常跟你做的 可能你说 月亮呀 我今天要去买车 可不可以陪我去看看啊 或者是 我怕你的经纪骗我啊 可不可以帮一下口 反正你又有车了 车我去吧 那如果是免费无常的 你觉得人家 有空就来 没收你钱的 是吧 是吧 香港人帮香港人 不是应该要陪我去的吗 那人家不用找职啊 另外那50元是什么呢 就是保助一些学生 可能未成年 甚至乎有经济困难的人 但是又想参加这个叫声乐同行计划的人的开支 和他们的团队的基本营运和行政开支 即是这一宗 声乐同行的搞手 好了 那一会再说一说这个搞手 这次这一节的主角就是这个搞手 那还很搞笑 通常这些人就觉得 哇 那你赚很多 那你到时 你自肥干什么 要我们养你啊 通常这些 黄友呢 他们心底里面那句 就会这样说的 不过呢 很多时候都不会孙猪猴 我看到网路上 都很多这些仇恨post 或者这些 Twitter里面也好 或者TG里面都见过不少 那他说的 会有 慈善用途 然后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呢 即是那个收益 会被捐回一些 帮助手足的慈善机构 即是有机会 可能是英国那个什么 好轮舍呢 即是在香港验完千多万 跟着就删了他 再在英国呢 两夫妻去到那里再开 当英国好轮舍 竟然呢 有帮水雨都落搭 他们那些B&O Girls 以为自己去到那里 一起唱诗歌 就以为自己很开心 但其实呢 就中了算了 那这里是一件事了 那个英国好轮舍那里呢 那里呢 稍后再说一下他那个 骗钱 那如果他在B&O组家里呢 那是不是真真正正的骗钱呢 只不过是呢 他又用回重施故技了 收一大堆的捐款 因为那些人呢 看到又很开心 哇 那些香港人 都来这里一起唱诗歌 互助互爱 给他一些钱去呢 那继续团结回去 那他用来做什么呢 那他用来做什么呢 那他给他自己用来做洗肺呢 那都 叫不叫洗颜色钱呢 那这个位置呢 值得相抗 那和阮民安那些呢 真的叫做相差太远了 阮民安那些呢 阮民安那些是作个故事出来呢 叫人捐钱下去 但是其实呢 就自己拿去赌马嘛 就是赌波也可以的 那就是这件事了 那这个叫做声越同行 有半计划呢 究竟搞成怎样呢 还说自己呢 就是期望 那个收入呢 是多到呢 可以捐得出去 就是还说会帮一些呢 如果没有钱 或者叫做 不是好碟 但是又想做 星星的话呢 那是不是可以赞助一下你呢 那就说一说好像很伟大 那一年过去 这一堂东西的搞手 那我们免得爆他的名字 那叫做C小姐 ABC的C 其实呢 他已经年近半百的了 他现在呢 就46岁了 那说他在香港呢 其实他曾经呢 先后都做过 财经界的记者 也都做过公共关系的经理的 那这个人呢 都相当之黄的了 那说我担心儿子呢 会接受一些叫做 宠爱国 性批判的教育 所以呢 就和他的老公 就把儿子呢 很快啊 在2021年的4月呢 我想应该都是 刚刚出B&O visa 这件事的时候 就签完 就立刻准备 一批就已经 立刻飞去英国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你在香港做记者呢 在英国能不能够做得回呢 其实呢 已经是两回事了 再者 你说做公共关系经理 就是PR那些 那这个更加不行 你连 本来你在香港的人物 例如呢 为什么呢 可以说一些公关 行业是怎么样呢 例如 他那些人呢 打给他的时候 一个电话 客人来说 问他 他就会解决得到 相关的问题 例如是什么呢 可能和他说 我想呢 现在公司那些同事 的士气很低落 我想搞一个 同事之间 打下气的coaching 但是呢 又要能够 保持得到社交距离 又要呢 可以在一个防疫抗疫措施底下 都要做得出来的 你有没有什么安排 有没有什么打算 大概呢 那个budget就是100万左右 那是二港元来的 我跟你说完之后呢 你就说 好 我跟你搞定他 那之后呢 你就要一个人 你就要问到场地 问到有什么思疑 想到有什么游戏 里面大概有多少东西玩 整个活动呢 那个planning 究竟是怎样的 由budget 内容 到实际得到的效果 是怎样呢 你要很快地 能复得到 客人才可以的 那你一个成功的公关 那当然 要其他不同的附带关系 例如会不会 上到报纸啊 或者在网上的宣传 怎样间接 可以建立公司形象 这些呢 负带一抽 整个葡提子 这些呢 这些就不常述太多了 即使呢 你那个人脈 和你那个联络 你起码都要联络得到 场地啊 即得知道多少钱啊 制作人员那方面呢 什么时候有没有期啊 还是怎样怎样 你全部问得到 喂 你在英国 你鬼知道啊 你鬼懂啊 完全不知道啊 你连打给哪个都不懂啊 你call车 你未必知道 你怎么call 你瘋了 那他想着呢 就搞这个叫声乐同行 就是以为呢 很有公关界的人物 就是用那种的 叫做公关交際手本呢 能不能够呢 叫做在这个计划上 找到些钱 可以叫做维生都好啊 是不是啊 写个名字 好像很漂亮 声乐同行 等等等等 喂大佬 现实呢 就是现实 不会呢 就这么有思义的 就是你说 有时去行下公园啊 喝杯茶啊 那些呢 通常这班人呢 都是用来打卡 给人看一下 那些这样的 所以有时呢 我去那些地方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有些朋友都说 咦 你不拍照的呢 你不拍一下 漂亮一张呢 来打卡给大家看一下 我都不用了 我都 我来坐下好了 哎呀 让我静静地看好了 还要慢慢想 这个角度漂亮不漂亮呢 是吧 有时会 有时就未必 看心情吧 这个 那他这个叫声乐同行 当然是炒粉啦 同路人方面呢 他们都是姑奶寒的啦 N-I-N-E-N-I 姑奶寒的 那怎么会给你钱 你搞这件事呢 还有呢 不唱衰你 已经阿里吉弟了 还有呢 好几坛这些 差不多的 那个什么 831翻生阿茂呢 又搞到什么香港年轮 然后呢 又有郑文杰的 那你还有什么好做呢 其实啊 你还搞到什么出来 他呢 还说要收钱 哎呀 有什么保证质素 他们那些人都不说质素的啦 最重要是什么 免费 不用钱啊 被人骗啊 骗完就上网写了 就是这样啦 那跟着这个 46岁的C小姐呢 现在呢 哇 看到悲悲say say的say 很悲伤 很悲痛的 和大家say 有什么say呢 他说 都没有信心呢 能够在英国重投公关的职场的啦 他说我现在为了生计 展转间呢 就去到一家呢 他觉得啊 高档的连锁百货商店 做sales啦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售货员 他说他怀面过去 他说以往呢 他在一家地产公司里面 都叫做领导 就是manager级 director级的 公关团队里面的 中产阶层 什么呀 我以前是中产来的 竟然现在呢 那么惨 就是中产 生产的产 变得很惨的惨了 那竟然呢 他觉得自己淪落到呢 竟然去担当这个sales 那不过呢 他说和都享受呢 工作压力比较小的 那不过 问心那句呢 就说 落差非常之大呀 试过呢 几个钟头啊 都没有一个客啊 只是能够呢 债期 觉得呢 好boring 就是好闷啊 接着还反问自己呢 怀疑人生了 开始 究竟 我不是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些时间呢 那当然啦 你不可以叫做按手机啦 你说的叫高档连锁百货商店 那他对着卑鄙思怎么说呢 那他说长期目标呢 都是希望呢 自己能够呢 可以叫做做公关的一行的 不过呢 就都是和他面一样了 面如死灰 好老实说啦 你成46岁 英文又不是好过人 又没有人脈 又没有在英国做公关的经验 找阿茂请你吗 你都瘋了的 就是呢 公关呢 最重要的是talking 你讲英文呢 又不是像英国当地的口音 已经不行啦 可能在香港呢 人家觉得你都 很厉害 可以说到英文 写到英文 但是呢 比着当地人呢 你不是写惯英文的英文人呢 一看呢 就会知道你 咦 那些英文这样写的 和他们写开不同的 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的了 或者你拿起电话 说多几句呢 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那可能他们说 哎呀 溝通到就可以了 但是有时啦 两体啦 你公关的东西呢 被人的感觉要舒服 就是你讲话要很舒服 听到我呢 不同的客人去感受到你的时候 都要觉得呢 很帮得我手的 很helpful的 那你行不行呢 用英文来表达的话 都挺难啊 还有呢 你要被人听得出来呢 是很有经验 很有脈絡 那才可以的 如果人家问你 咦 你来到英国多久啊 一年都不到 那怎么会请你呢 没可能啦 省点啦 其实你现在呢 能够叫做得到这个sales呢 那我觉得已经是算是叫不错的啦 大家不知知不知啊 吕麗君呢 即是大楼呢 应该叫红颜知己 还是老婆呢 我都不太懂得分啊 都是想当年都在英国呢 做sales的喔 不过他这个就 施小姐已经46岁了 那另一回事啦 而且他已经结婚了小孩了 那我只不过他说而已 做sales呢 不是问题来的 那我觉得他不应该 要少看sales这一行啊 是不是 那么他说啦 长久下去呢 这样究竟可以吗 我继续做寿货员 可以吗 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即使呢 其实他不太好满意呢 这样游离浪荡 在一个商场里 又没有人呢 几个小时 都没有一个人进来看看 又不可以说些什么 又不可以玩手机 又要站得正正 因为有CCTV嘛 那究竟做不做好呢 那就没有算了 都要继续做下去的 是吧 很搞笑的 BBC这个访问里面呢 他会打出一些数据 出来的 其实希望呢 这帮香港假 打算去BNO组家 做BNO假的人呢 要看一看这些数字 那内政部那里怎么说呢 那个调查得出呢 透过BNO组家移民计划呢 有69%的人 他们是持有大学学位或以上的 九成的人呢 都是从事文职 和专业人士 或者经理级别以上的管理阶层的 那这个呢 就是内政部的数据 而根据好现实了 郑文杰那旧什么东西的 港桥协会呢 他们有统计 说他呢 接受他们访问的那些呢 较早前在香港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做金融 保险 或者IT 或者好像这个司小姐那样 做一些是公关 或者一些教育 就是黄丝 那个范畴呢 就大概占一成多些了 就是很平均很散的 而里面呢 近四成的人呢 都是做中层管理的 但是移民之后呢 这个真的很现实的问题了 竟然啊 中层管理 要淪落到呢 去做仓库 和这个运输 运输 我想是可以包含 就是送外买的运输 那我反复运输 对不对 或者做一些叫酒店餐饮 零售批发 各个范畴呢 都是一成左右 那他都很现实地说了 啊 鄭文杰 那班人都说 很多香港人呢 需要投入呢 比先前的工作技术较低的行业 因为什么呢 语言的障碍 和资力的认证方面呢 是欠逢的 成为他们求职之中呢 最大的障碍 那为什么呢 你如果呢 都不能够有机会 被你踏入回 在同一个行业 那如果你做了一年 送包裹 那你能不能够 叫做凭着一年经验 再去见一些公关的工呢 别人问你 那你之前那一年的working experience 是做什么的 蛤 送货 不是嘛 Amazon 执货 warehouse 不是吧 你都傻傻的 兜东西施烂你了 已经是吧 那为什么呢 你去到的时候 和一个fresh grad 可能都真的 没什么分别 只要你不是当地 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那便死定了 那还有呢 还有呢 搞这些什么 什么声乐同行计划 那现在呢 那还大事 那何解呢 你想一下 你搞这些东西的人呢 原来的负责人 都不是全力搞这些的 即是有空 就按一下手机 有黑到 那便帮你配对一下 没有 那便拜拜 那便继续 站在店里做sales 那记住 我后来也要再说一次 做sales 做运输 就算甚至乎送外买 都不是什么问题 职业呢 无分贵 只不过是他们觉得自己 现在这样很贵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你想搞这些呢 叫做什么香港人帮香港人 那些呢 不要看得那么大 或者不要看得那么重 一定会叫做有 他们是 不愿意给钱 就是个个都想着呢 帮我的嘛 是吗 互相帮忙的话 不可以赶钱 一赶钱 就会觉得 你是 别有用心和有居心的 那好了 那今节呢 暂时讲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